天主,我向你呼求,你必应于我,求你这儿抚听,抚听我的诉说,求你保护我,有如眼中的同仁,让我藏身在你的意应下。 听父及慈及圣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圣宝露发现,在他身上有一种张力,就是他内心跟肢体,他的身体的张力。 他每次,他的内心想要做好事,常常没有办法,因为肢体还是会做恶,做坏事。 圣宝露虽然他是很伟大的传教士,还是承认他自己的软弱。 我们生道理开始,我们也勇敢地承认我们的弱点。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思严心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生同贞圣母阿异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吹点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是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吹点。 上主求你吹点。 基督求你吹点。 基督求你吹点。 上主求你吹点。 上主求你吹点。 请大家祈祷。 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是我们常能爽快地服从你的旨意。 为了你的光荣,诚恳地奉献我们的崇敬。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去圣神,永生有望。 阿们。 公读圣保禄中途至罗马人书。 帝兄们,我知道善不在我内,就是不在我的肉体内。 因为我立志行善,实际上却不能行善。 因此我所愿意行的善,我不去行。 我不愿意做的恶,反倒去做。 我若做我不愿意做的事,那就不是我做的,而是在我内的罪恶做的。 所以,我发现一条规律,就是我愿意向善的时候,恶却在我内出现。 因为按照我的内心,我喜悦天主的法律,可是我发觉在我的肢体内另有一条法律,和我理智所赞同的法律交战,并且把我如去。 使我随属于我肢体内罪恶的法律。 我这个人真不幸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该死的肉身呢? 感谢天主,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 这样看来,我是以理智服从天主的法律,而以肉体服从罪恶的法律。 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 上主,求你教导我奉行你的法规。 上主,求你教导我奉行你的法规。 求你教给我们明智和知识,因为我信赖你的规律。 你一向善良,普世人会。 求你教导我奉行你的法规。 按照你对仆人的许诺,求你以仁慈来抚慰我。 但愿你能怜悯我,使我生活,因为你的法律就是我的喜乐。 上主,求你教导我奉行你的法规。 我永远不忘你的命令,因此你使我的生存,我愿属于你,求你救拔我。 因为我寻求了你的法律。 上主,求你教导我奉行你的法规。 哈利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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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赞美天主。 父,天地的主宰,你应受赞美,因为你把天国的奥秘启示给小孩子了。 赞美天主,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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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天主。 愿主,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与你的心灵同在。 供读圣陆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群众说 你们看见云彩从西方升起来 立刻就说要下大雨了 果然是这样 南风吹来了就说 天要热了 也果然是这样 喂君子啊 你们知道观察地上和天上的气象 怎么不能观察这个时代呢 你们为什么自己不能辨别正义的事呢 你和你的对头去见 观察时你要设法在路上 就与他和解 免得他拉你到法官面前 法官把你交给行义 行义把你押在狱里 我告诉你 除非你把最后的一分钱还进 绝不能从那里出来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今天的福音让我想起我自己的故乡 就是波兰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过波兰 波兰就是在欧洲的中间 然后波兰大部分的地方就是平原 平平的 只有波兰的南部有一些山 最高的山大概 海拔大概 两千五百公尺 不算很高 不过很特别的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认为 我们波兰人认为 如果我们想要知道气象 比如说明天会有怎么样的天气 最好问住在山上的人 也许他们真的比较会观察 知道气象 也许我知道他们可能 好像比较靠近大自然 或是从山上看 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比较远 会看到天空那边怎么样 等等 反正是这样 我想我们的信仰 领袖生活 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别人的帮忙 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看得不是很清楚 我们也缺少纪念 特别是如果我们还年轻 我们在信仰 这个信仰方面纪念也很重要 所以有时候或是常常我们需要 别人陪伴我们 比较有纪念的教友 或是圣旨人员协助我们 因为有时候我们很容易迷路 因为这个信仰 虽然信仰听起来 其实很简单 要做好事 避免做坏事等等 教会的规定 因为我们都知道了 可是后来我们会遇到 比较特别的问题 个人的问题 真的有时候不晓得怎么办 所以那时候我们需要 寻找别人 告诉我们 我们要怎么做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不会孤单 会找到一个神师或是固定的 来听我们告诫的神父 很有帮助 不要 我们不必太害羞 真的需要 那就去找 希望我们都会找到 透过那些人 天主会帮助我们 有点灵魂 有点灵魂 对 没有 今天我们特别为还在寻找天主的兄弟姐妹祈祷 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你节目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主义的传播 主愿你慎重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屈指 借以你的旨意为主的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孝爱你 我们决议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圣名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王利亚及出圣人圣女的榜样 终生侍奉你 主请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 施恩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佩赐我们圣圣的恩宠 求你把分实其恩的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及一切信和德行中 求此我们积位及相爱之神 阿们 求此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 阿们 求此我们超见及明道之神 阿们 求此我们最高的上知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主求你 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捐弃成见草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相为无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寿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俩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求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天主圣父圣子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圣道礼礼成我们去传牧福音吧 感谢天主 祈祢的眼睛 祈祢的眼睛 各级的人一样 祈祢的眼睛 因 poin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